大家都知道白露丝大多栖息在虎泊、沼泽等地 不过在金丰乡加兰村 近日在拉湾桥西树上 就发现了大批白露丝 连在地居民都表示 这是这个月出现的第二次 但以前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景象 还有居民特别带家中的孩子来拍下这美景 民众拿起手机拍下成群白露丝的景象 这不是在哪个沼泽或是湖泊地区 而是在金丰乡加兰村拉湾桥西边的树上 在地居民都表示 第一次看到这样一大群的白露丝 看一眼 这个大概是月出吧 又来一次 可能过几天 不晓得再看看 难得来嘉然这边 在地居民也提到 4月已经出现第二次 眼看像是白色花朵一样 很漂亮 因此特别带孩子前来欣赏 好像花的感觉 其实上次不是花 看起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 这样的事情才对 所以我叫小孩子来这里拍 才看到这样的才对 白露丝驻足在嘉然村 为村庄点缀色彩 成为部落的一个特别美景 就讲解金风向报道